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呢 我们先来说明一下 这个课程主要是来讲说 这个文字怎么样去把它制作成打字机的效果 那首先呢,你在这个文字里面 要做一个动画的设定 就是你选取这个文字 然后在这边有个动画 这个动画呢,你在这边选择出现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按一下开始 这边有个动画窗格 把这动画窗格打开 那你在这里呢,选择接续前动画 意思就是说,当你在上一页 这个简报播完之后呢 只跳到下一页的时候 这个动画就自动启动了 然后有一个地方要做设定 就是这个地方 刚刚动画窗格点击之后 就会跑到这个动画窗格的设定 那你点一下这个箭头 然后选择这个效果选项 把它点开 好,这里呢,要选择最下面这边 依据英文字母或中文字 把它点开 或者是呢,依据英文单字或中文字 好,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像这个DIY 它DIY三个字会依序出现 还是说DIY一个单字直接出现 再来呢,就是设定这个字出现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依照讲话的速度的话呢 大概设定0.2 按确定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它字 一个一个字打字机效果出现的样子 好,我们先把它按一下暂停 假设我们要把它出声音的话 比如说看一下最后面这一页 最后面这一页是有声音的 把它点开,点一下它 把它点开看一下效果选项 这边有一个声音 打字机的声音 那它就会 我用0.1秒 它会更快 好,然后你看一看 好,这就是它配上打字机的声音 就是这样 好,那这个教学先到这边 等一下我们直接看一下 我讲的这一个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